你见过把牛血当成牛奶喝的吗? 这就是马赛部落的早餐 他们在牛脖子上扎一个洞 用容器接住新鲜的牛血 然后直接喝进胃里 这感觉简直无与伦比 这里是非洲的坦桑尼亚 清晨马赛人聚集在牛圈外 每天他们的早餐就是喝上一杯新鲜的牛血 男人们合力抓住一头年轻强壮的母牛 然后在他的脖子上捆上纸屑袋后 用圆弧形刀口轻轻割开牛的静脉 只听牛痛苦地叫了一声 新鲜的早餐就从血管中喷涌而出 这时他们会在下方用容器接着 直到装满后 便将牛粪敷到伤口上 此时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 都会喝上一杯 马赛人认为牛血可以让他们强壮 在他们的心中牛是神赐予的 是他们最珍贵的宝物 也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缺少的 远道而来的大强 也被好客的马赛人邀请品尝 虽然并不是太想喝 但他无法拒绝热情的马赛人 入口后 大强第一时间感觉并不恶心 这味道像烟又像金属 口感因为有血块变得黏糊糊的 见大强没有拒绝 而是很好爽地喝下 马赛人很高兴 大强是第一个来这后 愿意喝牛血的白人 他们觉得大强是一个勇士 想帮他多介绍十个媳妇 这话一出 喜得大强连忙问旁边的妻子意见 但妻子表示不可以 在马赛部落一直有一夫多妻的传统 但并不是所有马赛男人 都可以有多个妻子 如果你想要娶多个妻子 除了强壮勇敢外 还需要有足够多的牲畜 如果你没有聘礼 那就只能向同族的人借妻 不过现在在当地政府大力推动下 逐渐由马赛人开始学习现代的思想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习俗也会随着时间和现代的融合消失 在离开马赛部落之前 大强还想要前往马赛人的神山 他想要了解这个游牧民族 这座白云围绕的山是一座活火山 但一眼望去生机盎然 大强跟着当地的马赛人 一路穿过山坡 河流 峡谷 虽没有人烟但眼道之处皆是风景 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强一行人终于走到离山最近的营地 在这里也有马赛人居住 热情好客的马赛人 决定今晚请大强他们吃烤山羊 马赛人与我们宰杀牲畜的方式并不相同 他们不会直接放血 而是将牲畜窒息而死后 再进行处理 将山羊杀死后 人们熟练地用小块木头和木棍进行钻木取火 而木头摩擦中跳跃的火光 他们认为是神赐予的 很快火堆就燃了起来 想要制作传统的马赛烤肉 只需要将肉串到木棍上后 放在火堆旁等待即可 他们不需要任何调料 食物最原始的味道便是最美味的 等待中 马赛的年轻人们开始跳舞歌唱 他们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 也很自豪自己能成为弥赛亚 在欢乐的氛围下 马赛人又给了大强一点意外的东西 这个如同泥土一样的粉末 是当地的鼻烟 在他们这里烟并不需要火 大强学着他们将鼻烟放在鼻子下闻 直接被辛辣的味道呛得打了好几个喷嚏 体验到马赛人的烟草后 烤山羊肉也熟了 所有人都围在篝火旁 烤肉被切成一块块 分享给每一个人 为了照顾大强 马赛人给他特意准备了一些盐 虽然没有其他调料 但味道还不错 在吃完晚饭短暂地休息后 大强和妻子便准备登山 想要看到清晨日出的美景 必须要趁早 在黑暗中一直向上走 陡峭的山坡 让几人不敢松懈 大带走了四五个小时 黎明重新回到了这片大地上 越往上路越发难走 此时坡度近乎垂着的角度 一不小心就会衰落 看得人胆战心惊 几人继续往上走 火山的硫磺味越发浓厚 这也意味着快到山顶了 终于走了六个多小时后 大强他们登上顶峰 这里是这片大地 最接近天空的地方 被云雾环绕的山顶 似乎是另一个世界